欢迎来到Oh My Book 哲为说书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叫 超级人脉打造法 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 我觉得就是一直在参加一些 social 的场合 那到头来就觉得好像 忙到了一个天荤暗地 回到家 你说今天到底真的认识了谁 或者是有跟谁有比较深层的连结 甚至未来有没有机会可以帮到对方 或是对方可以帮到自己 其实都没有一个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 那事实上这是现在 大家蛮常遇到的焦虑 尤其疫情后 大概实体的聚会越来越多 那终于可以实体聚会了 所以大家当然会想要把握 可是这是这个约也去 那个约也去的过程中 有时候不是那个约的问题 而是说去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可以有机会 真的认真结交 真的想要认真结交的朋友 什么叫认真结交的朋友 大概定义一下 就是未来有机会 可以有更长远的这种友谊关系 我们这边讲的都不是两性的那种 是真的是在外面真的搭高频共振 然后找到跟自己志同相合的好朋友 那怎么样能够做到那件事情 我想这本书非常建议大家可以买来看 这个叫超级人脉打造法 那书中其实有非常多好的方法 其中我就想要分享 抓住贵人运的技术这边 有一页我特别有感觉 所以我今天主要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 他说如果遇到真的 我们想要深交长久的朋友 那怎么办 可以在那个当下 见面的时候就立刻用手机保持友谊 什么叫用手机保持友谊呢 说实在的 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 大家聊得很开心 但就彼此没有留 LINE FB IG 其实就真的 你说未来要再遇到什么 我觉得都比较不容易 不知道他们这种经验 当然除非有一种情况是 这个可能po文 然后有人tag等等的 你可能觉得刚好有机会 连到对方的社群 否则大概离开了 就是离开了 那我觉得这蛮可惜的 因为有时候聊得来 真的很开心 那真的很开心的过程中 大家如果同频 甚至都是高频共振 那一定会希望未来有更多 哪怕不一定是合作 就是更多交流 更多聊聊天 或是更多彼此帮忙的地方 所以怎么做呢 在书中这一边就有讲到说 其实见面时要实践的事情 首先第一个就是 寻找在刚刚整个交流过程中 心中的一个名言 就是今天见面印象最深的 一句话写下来 记下来 然后告诉对方 所以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你整个交流下来 你觉得说他针对哪一个论点 你印象非常深 就告诉对方 你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那为什么这么做关键呢 原因是因为 我们大部分人都有太多话想讲 但是不一定有在倾听别人说话 如果你可以讲出对方 其实想讲的一个重点 对方会很感动 甚至他会很觉得 天哪你懂我 那就是这种感觉 大家彼此之间才会更真心的 互相的来往 所以这个我想大家可以运用这个技巧 就是说在互动的过程 你不一定要每一句都记得 但你至少真的要有点像萃取一句 你觉得对方说的很棒的关键 很棒的一句话 让对方就很有feel 那第二个是拍下耀眼的照片 意思就是说 其实如果能够合照更好 那如果合照不了 那就是拍了可能 假如说他是一个演讲 或是一个读书会或什么 拍出一张漂亮的照片 然后可以传给对方 并且可以在社群里面分享 那这样的过程中就可以帮助 就是帮忙推广这样的概念 那第三个就是交换社群的账号 不管是IG、LINE、FB都可以 甚至可以问对方说 我可以跟朋友分享今天的照片吗 或说我可以分享今天你提到的内容吗 这样的概念就是说 当场去核对账号去加好友 因为有时候真的同名的人太多了 找个半天就是不确定哪一个是你 甚至有些人都打英文 那真的更难了 就是英文打下来又有外国人又有 就是你很难找到哪一个是真的 甚至有些放狗狗猫猫的 那真的太难了 所以他就有说 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跟别人建立一个 继续能够联络的关系 其实加这个社群 我觉得是蛮关键的 而我其实也有被提醒到 我就会记得说要跟对方加社群 那当然跟大家提供一个 我自己常用的方式 首先这个LINE LINE加好友之后 尽可能大家可以去 标对方是在哪个县市 或是是在哪一个场合认识的 去提醒你自己 到时候在看到他的时候 看到这个LINE的时候 你就会记得这个是谁 很多时候不知道 当然我们这种经验 就是当他敲你的时候 你还压根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除非是诈骗 否则有时候是 举例像今天可能去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也认识了一些很棒的新朋友 如果我没有多打几句话 或是没有去改那个名称 那他 就我们互相丢彼此一个贴图 嗨什么 那日子久了 今天当然还记得吗 但如果一个月两个月半年 我真的会忘记他是谁 那忘记的话 那是不是很实力 所以这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说 记得改名字 然后改名称 这样你就会记得说 这个人是哪个县市 然后是谁 怎么称呼他 那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那如果我可以知道对方的全名 我也会把他打按名称 原因是因为 英文真的太多重复的了 你今天说 这个是Iris 哇 Iris超多位 那到底是哪一个 哪边的哪一个 这个真的搞不清楚 所以如果有名字 这三个字都一样 我觉得比较难 比较不容易 英文名字同样 我觉得还算蛮可能的 然后改了名字之后 我就会再私讯 跟他说很开心 今天在什么场合 跟你见面 我说今天很开心 坐你隔壁 诸如此类 提醒对方 也提醒自己 留下这样的一个对话记录 是不是我们以后在有联络的时候 我们就对对对 那时候怎么样 更好的是一起合照 我觉得这一起合照 这太重要了 一起合照放祭祀本 各位刚一起合照的话 那我们就比较有影响 因为图像记忆 同时记得要放祭祀本 因为日子久了 这个照片是打不开的 那过期了又打不开 真的很尴尬 然后就糊糊的 你也不太知道这是谁 所以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好方法 你可以把自己的名片 就是用扫描变电子档 可以传给对方 如果对方有传给你的话 一样就是放祭祀本 这是我的方法 所以我知道说 我可能记性没办法那么好 一定都记得得 所以透过工具帮助我们 所以放祭祀本 如果假设我们有联络 我是不是去祭祀本 这个是谁谁 他的title是什么 如果你知道他的title 你甚至可以在留言的互动的地方 你就可以感谢某某理事长 感谢什么 就是你会用这个过程提醒自己 对方的名字 提醒自己对方的职称 因为有时候职称 真的讲错蛮尴尬的 对方也不好意思去指证你 这个就是图的一个尴尬 对吧 所以当如果有认识的话 其实都可以这样多做这件事情 你说当下很忙 或者说你看像我今天是 结束后我就去买中餐 然后回家 然后等 就是我没办法马上做 那怎么办 没有关系 不一定要马上做 可是当天一定要做 因为我们记性有限 所以我是当天到家了以后 然后我就开始整理我的line 然后整理我的社群 就整理我今天有甚至谁 然后跟他打招呼 然后也传讯息给对方 也感谢对方 这样子 那加深彼此的印象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方式 那当这样做 我跟你保证 你已经会让人家 对你印象深刻了 因为一般人不太做这件事 一般人就 就就加了就加了 然后后面就说 请问你是 你会觉得有时候 请问你是 就这样 就是 那个听的人会觉得比较 不一定那么的舒服 说实在 但没办法 有时候我们就真的忘记了 然后只好问对方 那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就可以运用这个方法 当我们真的认识了 彼此也留下了一个 印象深刻的好印象之后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互相当网友 那什么叫当网友 就说对市场的发文按赞 然后甚至也可以留言 然后可以互动 然后甚至现在有限动 就是可以 稍微留言互动一下 那这个留言互动 其实蛮关键的 因为有时候 这个细水长流的关系 其实就是来自于这种 每天每一点一滴的 这种互动的累积 其实是这个样子 那甚至于 对方有一些好东西 你也可以帮他分享 帮他推广给更多的人 甚至如果对方有办活动 你有兴趣想参加 就可以去支持他 我觉得有时候 参加活动真的 对我来讲 其实是蛮疗愈的 而且一直充电的概念 那个充电 其实有时候 你不一定有跟别人聊到什么 你都觉得很充电 那有时候认识一些很棒的朋友 也会充电 但是大家听完就觉得说 哎呀那是 对你又不懂我们这种挨人 其实我觉得 这个你也许搞错了 我其实 在这种社交场 像我今天就去参加一个活动 那我真的进去之后 我就真的就是默默的自己坐下来这样 那当然感谢这个主办人 有跟我聊聊天 然后甚至感谢他们就 有跟大家介绍我这样 然后我就 也是很不好意思的这样子 那也很感谢今天参与的朋友 陆陆续续就有人有跟我交流 说这位说书是这个吗 等等的 我很感谢你们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就有点 不知道到底坐着还是站着还是 就有点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这个 我觉得大家就很细心的照料到像我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 所谓挨人跟艺人 它其实是一个状态 它就变来变去的 就像我觉得我今天超挨的 就是如果没有人跟我讲话 我真的就是自己喝茶 然后默默的坐在那边 我也不知道跟谁讲话 重视可能 今天有认识的邀请我 但我就想说 就是我就坐着 就是等待就好了 但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大家交流 所以这边我要给大家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你看喔 有人像我这样子 那是不是代表 也可能别人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其实很愿意聊 我们就是有些 如果有些问题 或者是什么 跟我们聊 我们都很愿意讲 但是 当然我们不一定主动 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能就误会说 哎呀 只会坐在那边 他就是不想跟别人讲话 或者说就是比较自闭 或什么 那其实也不是就是说 我就是当下也不知道跟谁聊 因为我就真的 大家我都不太认识嘛 但是只要有人跟我聊 我都会很开心的跟他们聊的 所以你看 既然有人跟我一样 是代表说 哎其实 这个 有一部分的人其实是这样 所以你只要开口跟他聊啊 他也许就很开心跟你聊啦 所以我今天就认识坐左边的 坐右边的 还有其他 哇真的很很棒 很优秀的好朋友 哇我觉得很棒耶 就是今天能量满满耶 我觉得好感恩喔 所以啊 这就是啊 当我们在认识朋友的时候啊 其实有些的美感 有些小细节 我们可以做 那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啊 教大家怎么抓住贵人运的技术啊 大家就可以 啊 试着学习 然后实作看看 那我也希望今天这一集 对大家有些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Podcast的话 你也可以留下五颗信好评 并且留下啊 你的心得 你也可以跟我分享喔 除此之外 如果今天这个的秘诀啊 你觉得你身边的朋友 会喜欢 会需要 你也可以传给他 也欢迎你 可以啊 推广我的Podcast 让更多人知道 因为我希望 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给大家能量 可以给大家力量 我可以萃取书中的精华 然后来告诉大家 我们一起学习成长 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愿世界应由我们呢 变得更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大家拜拜